童 前日 水域里刚好死了一只鸥犬 既然笼子空了 就由你来填吧 你到底花了多少银子 才说动乡亲们 把集市挪到钥匙骨的 分文未花 你该不会是把账目 都记在我钥匙骨头上了吧 姑娘 请问 唐葫芦能够抵债吗 可以 我怕你这一把子的 唐葫芦全都抵了 也只是九牛一毛吧 你又不是他人 你可是我的寨主 苗峰氏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的笑容真令人恶心 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或许 我应该为自己而活 属下长相丑陋 怕惊扰了角王 把面具摘了 花开花落有时 生老病死有数 与其维持雪槐虚幻的人生 不如牢牢记住 我们曾经发生的美好回忆 也许 不仅仅是雪槐公子 喝完这最后一杯酒 也该走了 已经是最后一杯了 那当我这次回来之后 你再告诉我 你最想干什么 毕竟欠下的人情 总得还上吧 我找到了当年失窃时 药房的看守 他曾中过那贼人一场 好在就这及时活了下来 人虽有天命 但还是实在人为 我虽然不知此刻 你遇到了何事 但我相信你 只要你想 就一定能做到 听闻药石谷有一株白霉 清冷孤傲甚是不错 还好本座爱花西花 不然若是我想毁他 倾刻之间 便可以让他成为枯枝败叶 永不再生 掌门岂有所命 在下对雪枯处 别支吾不言 哥俩好啊 八匹马 你输了 快快快 喝酒喝酒 赢了倒是挺结界 闻吧 摩家村灭村一事 我查了很多年 与你腰间的那块玉佩息息相关 而与你有同一款玉佩的 就是你的师父 秀谷主 你敢拦我 我记得师父那枚玉佩 也是回家四年丢的 可是丢在了世约派 谁同你说的 我看你不像是和我来叙旧的 像是在审温我 你可知是和是和地丢的 若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回家四年 这一切是你设的局 当年偷盗毒蝉杀 屠杀摩家村 便是秋水掌门你吧 当年只是 正是老夫所为 但求血过中 保全天山派 你以为我不敢吗 我终于拨插了当年的迷雾了 这户酒 已为故人 我愿意 前去丁剑阁 接受我应有的惩罚 只愿你们的在天之灵 能够安息 世间的事 并非只有是非 不认为善恶 还有一个情子 属下有药室禀告教王 当年的摩家村 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位 其实还有一位幸存者 药师谷谷主 薛紫燕 头 你的剑指向谁 由我输了算 我先前便与你说过 那个药方的药 到底有没有效还不确定 你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房子 如死出生如死 我就相信你 薛谷主 定能把我从鬼门关里 拉回来不是吗 薛谷主 你有钱买这个 却没钱还账 这点小钱我还是付得起的 至于你说的巨债嘛 薛谷主要是不喜欢的话 就还给我吧 送出去的东西 哪有讨回的道理 那方子等同他们三人的希望 一直支撑着他到今天 救了一个人 又要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出生入死 是什么道理 你跟我要修罗车 不怕我杀了你 是教王问我想要什么 我便回答 我就喜欢有野心的年轻人 你为何故意拖延治疗的进度呢 你在质疑我的治疗方式 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何要瞒我 你之前也曾劝我 不要再去寻药了 这是为何 是担心我有性命之忧 还是你找到其他办法治疗木耳 又或者说你 我只是厌倦了一遍遍地医治你 刚刚你说 摩家村一事 秋水老儿可算是帮了你们教王一回 此话何意 我喝 我喝 我虽婚睡了几日 但醒得也算是时候 掐指算算 昙花 应该在今夜就会开放 搞定了 险家四年除夕夜 摩家村全村被托 原音功才是罪魁祸首 是你们教王涉及陷害天山派 让天山派成为替罪养 是也不是 雪妖 你主人呢 你怎么独自回来了 列寸一世 果然玉元一宫脱不了干系 皇上班 皇上班 你快醒过来 你快醒醒 皇上班 你不是有情有义 心臭沉默的吗 你连我的真气都要赖掉 皇上班